有朋友就問2845GX中國電動車的ETF 他的問題就是168元有貨 現在看到跌了下來 他就想溝貨的 他問你值不值得這樣做 現在就虧了二萬多元 他說還是應該現在沽出換馬賺回本 文小姐來的 你知不知道應該投降 其實你為什麼GX2845 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股價就很有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佔比比較重 就是下了共鋒 寧德時代那些 就是做電池 電池的股份就比電動車更差 因為說到電動車 整個概念上就是 賣四個輪子是用電的 起碼我是消費者 現在油價真的很貴 會有一個很大的換電動車意欲在 但問題 對於電池來說是兩回事 你做電池 成本又升上去 很難轉嫁出去 或者甚至其他客戶 例如寧德時代、共鋒 給電、Tesla也好 他們的產量可能在說廠房停了 我的訂單可能有機會慢了 之而此類 所以股價的壓力是比較大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基本面上 你剛才說的 共鋒 或者寧德時代這些 問題不大 你用時間是有機會陷入 但真的要時間 所以你說 你說是否繼續搜下去 還是先把本線 安全一點 這個是因個人風險承受問題 老實說 GS電動車 即ETF 股票 ETF 一定是高風險投資 你說要不要繼續這樣駁下去 真是難搞的 所以你說 你甚至如果採取月供形式的話 不帶絕 繼續供下去 我覺得問題不大 是 但你真的要繼續長線 起碼要預三五七年計 即突然間 今年給你回家鄉 一百四十幾 是嗎 一六八 一六幾那些位置 老實說應該真的不容易 即同樣 東風那些要突然看一百三十元 一百四十元 是一件很難的 但真的做長線投資的話 ETF它分散了 它又叫做相對比較安全 但的而且有個摸定風險在 即未必那麼容易 在短期三年內 收回上去 都有個未知之數在 所以我想 如果你說的個人 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 譬如你輸了這兩萬元 對你來說真的很傷的 那可能就半日半馬下 但下次做報酬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買得 你一百六十多元買那段時間 穿底你不走 沒理由落到現在才覺得 開始傷 要計算數了 就做一下風險管理 平時說做風險管理就會是這樣 所以你說的 如果你要投降 你就要吸取教訓 如果你繼續收下去的時候 就要想一下自己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風險承洗能力 所以你說這一刻 你也是在做風險管理 我覺得你問我股價走勢很差 短線很難堅強去搏底 就是你不是想要投降 你想要走不走 這就是尷尬 有機會走完之後 真的打得很厲害 是 所以我也替他很坦提 譬如說他手數也不少 他有八手 你會否建議他沽出一部分 我又覺得 我自己就真的挺看好的辦法 是 但問題是 甚麼都不走 疫情又不走 是 真的所有事情都不走 是 所以你問我 我只是給你借錢 我不是我 老實說 長線撼贏的時候 我的看法是對的 是 但問題是 如果未來時間的轉變 過一段時間 譬如電動車突然間 不知道那些政策不受歡迎 打仗 是 等等的狀況在那裡 電動車都死了 就是你如果說和局勢升溫 是 有很多我們估不到的風險因素出現的情況下 是 長線可能三年不行了 三年不行了 要變五年七年不行 是 甚至一間ETF公司 他自己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有些類似這樣的狀況在那裡 是 總有很多我們 我不是說一間ETF公司不行 是 總之市場上是有些風險 我們預視不到的 所以你問我的話 這些情況 真的因人個人風險承受能力 是 要自己做個風險評估上面 究竟你有沒有條件 繼續捱下去 當然我們不知道股價捱多少 是 但問題就是這些位置穿位 跌多一盛兩盛左右 是 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講 你要不要繼續捱下去 就看看你的股價對你來說多重要 如果股價未來繼續跌下去的時候 你都沒有問題的 可以繼續保持 你只要看好整個電動車 可能去到2030年 我們全球 譬如去年那些環保政策說 去到2030年 有60% 新車銷售都是電動車的 這個產業鏈照計應該是OK的 是 但你講的就是要捱七年 只要三五七年 不是隨口說的 所以說真的做長線投資 你才會有手下去 如果你短線的話 就是大家看買完股票 當然想賺錢 經常問你為什麼買股票 想賺錢 用這些角度去看 那就可能真的走一走 因為問題隨時有機會跌下去 所以分清楚自己短線還是長線 短線一定會走的 長線的話 我覺得有條件手 是 不過長線都要看多長線 真的很長 其實投資市場的長線 起碼是三五七年 是 你講的涉及很多人會想 我可以長線 我只差一年 太息除淨 一個財貴年度 你真的看一次 在真正投資市場上 一年以內的全部都是短線 至於三個月 一個禮拜 那些例子股 那些是要投機的 簡單一點就是賭錢 所以分清楚分別 是